好的,兄弟们,没有问题,这一期给大伙带来一把极为精彩的素材 这一把咱们的精彩操作非常的多啊 咱们可以看一下待会儿我们是怎么操作的对吧 你看我们的这个位置,开局搞了一个头车 先用碉宝过来扛一下他大炮的伤害 然后我们直接一个倒车入户把他基地车刷完清 赶快卖掉他的基地 你看我们的这个偷啊,对面一个巨炮,两个掉宝 一大堆的这个好兄弟啊,完全防不住 你看这一步啊,我们必须得把他的这个基地给拿掉 因为你看这个城市啊,他运势太好了 你看,直接捡了一个这个重弓 咱们啊,兵还没有造出来的时候 人家已经有重弓了,实在是太肥了 那这样啊,就让我们的这个刷兵位置 刷的这些兵完全没有什么优势 他待会儿啊,那些坦克还可以过去减一下属性,对吧 所以非常的危险 你看,我们把重弓造出来之后 赶快准备一个这个工兵啊,再准备一个这个 多功能小车车 准备过去啊,再给他 拿一个倒车入户 你看,现在这个小城哪 这竟然在捡箱子 捡箱子他的重弓啊,没有防备 我们再来一步啊,这个倒车入户一下子就把他的这个重弓啊,搞造出来,对吧 巨炮,是肯定防护是我们的头的 哎,然后你看啊,这一波 这个小城哪,直接就拉了上来 这么弱的坦克 而且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坦克炮的是冒光的啊 冒光就说明他是双美攻击啊 带火力的 赶快用碉堡将大兵过来扛伤害 因为他虽然说带火力,但是他的这个生板子并不肉啊,对吧 我们只需要有足够能够扛伤害的东西就行 你看,我们用这个碉堡啊,再造大兵 就成功啊,扛住了他的这一波了,对吧 这个小城已经没有办法再玩了 受不了啊,直接投降了啊 你看,这一波啊,咱们的操作是不是很精彩啊 这个小城被我们千军万马当中啊,取基地车手机 咱们再过来啊,试一下这个小绿遗留的这两个箱子 正好啊,还捡到了一个苏军的这个重工 这一把啊,这个苏军的重工也非常的关键啊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你看,现在啊,我们的高科技准备好了之后 肯定要搞两个剑点过去偷一下新的,对吧 但你看这个紫色,紫色不想让我偷新 坦克过来防,但是没有防珠 咱们的这个小图色啊,那还是有点风沙的,对吧 再加上了小纸,他现在正在操作这个高地上面的纪录 哎,不对,紫色家里面怎么有游里改啊 哎呀,这就坏了 咱们得一起搞一下这个紫色了 要不然啊,他这个重工位置在带个游里改 这就有点太强了 你看,我们那正好刷了几个这个小鸡鸡 赶快用鸡鸡过去啃掉他的游里改 你看,咱们的这个蜘蛛是不是也非常的风沙啊 再过来啊,上一下对面的这个坦克 青色的那个蚊子,正好啊,也在打对面家里面啊 但是他想强换基地啊,强换基地没戏啊 你看他这复制中心啊,造这个管子兵都有点猛了 好,我们直接过来啊,摸掉他的高科 摸掉他的高科,不让他造出来游里改之后还能造小游里 这样啊,咱们的坦克就能一下子冲到他的怀里面了,对吧 哎呀,这一步啊,有点难说 咱们偷钱的偷车啊,竟然被对手给打了,渐渐没有下来 你看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偷车跑到我们的家里面去偷我的行了 那我直接用出来最强的战术啊,不管 这一波咱们没有必要去管啊 赶快把这个紫色给他消灭掉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们不要把这个紫色直接打死 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剑链啊,估计摸他的这个矿了,对吧 然后啊,这个紫色,卖矿卖的又有点晚了 他的钞票还是被我们给搞到手了,对吧 这个小紫啊,吃了我们中间啊,这么多的矿 你总该给我交一点保护费啊 好,那现在啊,这个小紫就没有东西了 还有一个这个一星的基罗夫啊 那我们赶快把这个防空啊,拉过去 咱们手上啊,刚好有一星的天启 你看这个一星的天启啊,防空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 一星天启,加工速 而且天启的这个飞弹啊,其实他本来防空就比较厉害,对吧 我们利用天启,加上这个煤熊声 手入他的这两个基罗夫啊 那根本就是完全简简单单,没有压力 好,我们啊,本来打算用这个小车啊 过去摸一下他的这个核电站,看一下中间的矿区的 但是,这对面直接投降了,对吧,没有摸到 哎呀,我的这个坦克怎么回事啊 怎么跑到了小粉的家里面呢 然后你看啊,这个小子,小子没了之后啊,听说小绿要无敌了 哎,他肯定啊,想穿动别人,过来打我呀,对吧 但是啊,我们有操作,他稍微穿动两个人了 肯定是搞不过我们的,对吧 咱们这一波啊,刚好也发现啊 这个小轻的那个高科技那里啊,他的防线有漏洞 哎,我们的这个飞机啊,不能让对面中间的这个神盾给干掉 神盾要是干掉我们啊,那就有点不太好了,对吧 好,你看我们的飞机啊,绕到后方 小轻的注意力好像在中间的那一块地方啊 那我们刚好,再来一波下飞机 咱们的这个赖子啊,又搞到什么了 哎,哦,小心啊,他也在偷我的行啊 那没事,咱们友谊互偷啊,对吧,也不亏 那和我们的家这个家后面啊,不知道怎么回事 来了一个意义不明的运势船啊,给他直接打掉 这好像这个小蓝啊,他想躲在超五的祭祀里 他里面说不定是一个基地车啊 好,那这样下来的话,咱们是不是就有赖子了 有赖子,优势就比较大了 现在这个小粉跟小红啊,两个人打得正欢 小粉的超级武器就好了 那感觉这个小红啊,肯定是要美了啊 哎,这个小粉啊,如果说他把他的超级武器啊 丢出来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第一次用基罗夫把这个小粉给他收割掉 哎,但这个小粉呢,怎么还没有丢啊 他没有丢的话,其实我们就得担忧一下啊 因为他要是丢给我们的话 我们手上这些箭主比较少 被炸了两发核弹之后 我们再跟青色再打的话就有点不太好打 如果蓝色再过来拉偏价的话 我们这一把可能就更不好赢了 好,我们现在啊,先观察一下局势 反正我们的这个刷兵的位置啊 是可以慢慢刷兵的 时间越久 我们刷的这些兵啊,越多啊,对吧 好,你看 咱们现在啊,先把舍上这些残血的坦克 给他稍微修一下 这个小粉还没有用超五啊 哦,不对 小红好像要直接牵走一步了 这貌似没有让小粉用超五的地方了 你看,这一个蚊子就把对面给搞定了 哎,不对啊,这个青色你有点过分了啊 这本来啊,是紫色的矿区 紫色的矿区,紫色被我给干掉了 按理来说,是不是 这边矿区它就是我的矿啊 我好心啊,让这个青色吃一下我的矿 他先过来打我的牛车啊 那我绝对不能忍 兄弟们,你们都看到了 这特别过分的行为 我们待会儿必须得立刻把这个青色给他干掉啊 当然你看,现在 粉色有超五的情况下 咱们就得振作一下了,对吧 因为去打掉这个青色的话 粉色肯定会在中间拉平价给我们吃一发这个核弹闪电 我们家里面的建筑刚好非常的密集,非常的少 这要是吃一发核弹闪电了 那还是非常的头疼的,对吧 好,那我们啊,先不用着急啊 先在家里面准备两个蚊子 我们的基地也稍微准备一下 你看,我们现在手上有这个蚊子,对吧 直接拿这个天气 过去准备啊,扛一下它巨炮的伤害 你看,我们的天气啊,拉过来了,对吧 拿这个一星天气扛一下巨炮的伤害 这样啊,它的大炮就打不到我们的蚊子 设计一个路径过来打电场 哎呀,但是有关了塔 不过没有关系啊 我们有后备隐藏能源 左边还有一个蚊子 你看,左边的蚊子是不是 就直接炸掉两个电场 炸掉两个电场,它停电了呀 停电了,那拍我了 我们再过来啊,把剩下的三个电场给来炸 你看,粉色啊,瞬间 它的这个闪电风暴就压火了,对吧 这个时候小子直接就惊呼了 好,我们再过来啊 把粉色剩下的生产建筑 一锅全部端掉 现在啊,这个粉色基本上就已经废了呀 啊,那确实没有错啊 你看,这个小子也拆出来那个八九不离十了 看来我们的这个操作 它确实看出来了 好,咱们哪,赶快上去 把粉色的碉堡给它干掉 不能让这个粉色把它的超级武器用出来 你看,这个时候 小青啊,也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啊 他就赶快准备进攻了,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些陆地单位啊 实在是太多了 你看,这个小粉啊,还剩一个这个工兵小车 咱们必须把这个工兵小车啊,给它打掉 他肯定想去 你看,他想说啊,这个淡蓝色 给一个电厂 那绝对啊,得把他的这个工兵给它消灭掉 你看啊,这个青色他就一直 把他的这个蚊子啊,满地图到处烂飞啊 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的是有煤球车的,这怎么回事啊 来了一个这个运输船 而且后来摸我们的基地 这个小蓝色也真是的啊 一直想过来啊,搞我们的基地 然后你看这青色啊,绕着绕着 就绕到了我们的坦克海里面了 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这个坦克海里面是有天启的 一星天启防空的能力啊,绝对不弱 他跟我们一换了换,我们也是不亏的 好,我们啊,用驱逐剑 过来把这个小粉啊,给它全都收掉 现在青色手上的坦克 肯定是打不过我们的啊,对吧 他只有蚊子能够操作 所以啊,你看我们正好有基洛夫 用基洛夫把他的蚊子逼回家 逼回家了之后 他是不是蚊子在家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没球带上坦克一波直接拼的啊 这个小心啊,你看 还比较聪明 搞了一波蚊子啊,兵分了落 但是他肯定不知道蚊子是打不死人的啊 我们直接两线分兵 你两线分兵,我们也两线分兵 然后你看 他发现我们的基洛夫啊,跑到他的家里面去了 跑到家里面去 那我们正好每一球过来 防守他防家的这些蚊子对吧 你看他的坦克想上来啊,搞我的防空 但是完全没有机会 你看我们的基洛夫啊,Galien Boarding 过来直接疯狂轰炸他 他的这些坦克是不是被我们的光能大疯狂乱杀 受不了啊,直接就投降了 这个Galien Boarding的威力将远远啊,超乎他的想象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诶,怎么办 又来了一个这个小偷车 想搞掉我的这个重工 直接我们等他下车 直接逮捕他的弓兵 哎哟,这光能坦克 这个光能坦克啊,差点成为泪鬼了 虽然说现在这个重工啊 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好,那接下来啊 咱们准备给大家也表演一下花火 先不把这个小懒大给他整死啊 咱们毕竟手上有耐着啊 有耐着还是得搞一下 而且我们啊,想要直接干掉蓝色 咱们得准备很多的弓兵先修墙 然后我们的大军才能往上面冲一下对吧 刚好啊,我们现在手上有很多的驱逐剑 那我们正好啊,用这个驱逐剑过去 操作一波对吧 拿这个驱逐剑啊,咱们可以去打一下他的这个游离剑 他的这个游离剑啊,刚好全都在暗边啊 好,那我们的这个Gating Boarding啊 直接准备出发 他的这些游离剑啊,过来控制我的驱逐剑啊 控制驱逐剑没有用 我们的驱逐剑啊,说了太多了 直接上来要强换他的游离剑 然后,设置几个耐子的路径点 我们只要有一个耐子啊,能够炸到对面的家里面啊 就完全不亏对吧 你看他控制了我的一个耐子 但是左边呢,他的这个耐子啊,控不到 咱们直接把他的核电站就给炸没了 核电站炸没了,他是不是就 Nit Power了,Nit Power造东西啊就比较慢 咱们再用驱逐剑过来打一下他的这些防控 你看他有点操作不过来了 一直在操作这个游离剑过来控制我们啊 还想用耐子过来炸我 但是啊,他不知道他的这个游离剑头上有天线啊 我们只要点一下他的游离剑 就知道他把我的耐子飞到哪里去了 好,那接下来啊 我们就可以准备用路军 一波把对手给冲击掉了,对吧 你看他的这个游离剑啊 还在控制我的驱逐剑 那没事啊,这个驱逐剑 我们早就看到不爽了 我也不要了,对吧 我们的驱逐剑过来正好可以强换一下他的激励 再用飞机过来直接给他的这个小兔离啊 来个当头一旦 把他的兔离一波给炸死了,对吧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手上啊,刚好也准备了好多的这个提包哥 现在这个蓝色啊 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没有电的情况 他现在副关 Lare Power 然后Arabus is on a attack 好,然后我们的坦克又过来了,对吧 这个时候啊,他的这个耳机里面在疯狂报警 unit lost,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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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DOO,our base is on a attack unit lost,you have lost 好,那这一把我们就一把小兴兰拿下了 这一把也是相当精彩,兄弟们 点赞关注肯定是滑球,OK 买unit对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